社区警卫大门口遭不明车辆强行通过 两辆车十多名黑衣人涉嫌强占管理中心 恐吓管委会交出土地所有权 甚至教唆手下去被害人经营的美法店 涉嫌杂店 天道蒙太阳会苏信前会长为首之暴力集团 为取得帮派利益 洞杂率众杂店及强占财务 经本局报请警察官指挥侦办 据获苏信等五人刀案 其中有一件事 他率众到七堵区去砸毁一家美容店 把美容店身材的用具全部砸毁 警察局刑大破获以天道蒙太阳会苏信前会长为首的组织犯罪集团 成员涉嫌恐吓妨碍自由等罪嫌 长期在地方强占地盘 动辄用暴力胁迫 警方也收到情知 有帮派分子准备参选年底的基层选举 有关帮派是否介入年底选举的部分 这个部分本局会加强来监控 绝不让帮派来影响选举 根据警方调查 这个帮派涉及组织犯罪多达十多件 由于被害人陆续出面指认 警方还在扩大了清查 全案一违反组织犯罪等条例 移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简容新闻采访报道